一名男士刚买了一部新的摄像机 到家以后他就兴奋地拿了出来进行拍摄 原本是想和妻子炫耀一下的 但没想到妻子此时正在洗澡 看见他拿着摄像机进来 顿时连洗澡的心情也没有了 抽屌 再用洗澡 酱早 你看到了吗 突然在玉莲的后面 出现了一个很可怕的人影 这会不会是妻子的恶作剧呢 屋主在下班回家以后 听到自家的阁楼里 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他原本是没当回事的 但是声音越来越大 他觉得应该去看看了 但是上到阁楼以后 眼前的一切让他震惊不已 因为这阁楼里 已经凌乱不堪了 到底是谁干的呢 Hello I think it's just I think it's just a raccoon I need to get down Oh my god 这不像是人类啊 会是什么生物呢 我们经常说 动物可以看到鬼魂 而接下来的影片 好像就印证了这一点 Ben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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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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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sh! What? What the heck? Now she's looking... What the fuck just happened? I can't even know Oh shit!Oh my god! BENLEY! What happened? BENLEY!What are you doing?BENLEY! The Farm的博主在2018年的11月 拜访了一名已故歌手的墓地 他一开始就拿出了灵体沟通器 和这歌手沟通了起来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已故歌手非常的热情 他热情地接待了The Farm的博主 不过这可给博主吓坏了 一张非常清晰的脸就矗立在了那玻璃的后面 他好像正在盯着博主 垃圾回收站的工人 每天在回收垃圾的时候 都要提前做一个工作 那就是先把垃圾桶内的老鼠给赶出来 不然在操作的时候被老鼠咬了 可就不好办了 去吧 你还能够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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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过我 他追我 你还想 在述联在 Cinco 他在述联书 他在述联在联织 看到他们的 이� online 他是述联在联织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洪国门 会看到这只狗狗是被外力给击飞出去的 但是这周围的人也没动啊 那会是谁干的呢 可以确定的是这只狗狗刚才的行为 一定是招惹到他了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采访里 会出现一些奇怪甚至奇葩的事情 在2022年的11月 一位屋主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 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 其实我在想如果电视里的这个人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他会出现在这样的新闻采访里吗 这样的话不就暴露身份了吗 原本是一家人在户外野游 母亲想给孩子们拍摄一些纪录片 作为留念 可是画面里却出现了 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不仅如此 在夜晚来临之际 这东西又出现在了 他们帐篷的附近 这会是什么呢 它有什么目的呢 没人知道 虽然母亲和孩子们被吓坏了 但幸运的是 没出什么意外 假期时间 无助选择靠在沙发上 通过看电视来放松一下自己 一部电影也看完了 怎么有点困了呢 那就关上电视 睡一会儿吧 可那电视里映射出来的影子 怎么多了一个呢 看了屋主的家里 也不太平啊 几名户外运动爱好者 在一次徒步运动中 走到了一片森林之中 天侧见晚 他们打算今晚就在这里休息 所以在整理行装的时候 天空中的一片云彩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这片云彩实在是太奇怪了 怎么看都不像是天然形成的 会不会真的是外星飞船的掩体呢 这次词练乱丰富 看了 点开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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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 congratulations is are unker 主意 the tailcan't even fixing 看来狗狗是被这些假猫给吓得不敢动了 夜晚时分 一名博主正在户外散步 但是从他的脚下突然传来了呼救的声音 然后他发现这声音是从下水道里传出来的 博主以为可能是有人掉了下去 所以他拨打了报警电话 叫人来帮忙 但是打开井盖以后发现 下水道里根本就没有人 那声音是从哪来的呢 我试试有什么事 我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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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发现 我会发现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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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年前的一天夜里 日本一家酒店的某个房间中 突然传出了许多恐怖的尖叫声 随后房间内的房客 就跑到了酒店的大厅里 而且一边跑还一边喊着 我看见鬼了 这家酒店闹鬼的事情 就被传了出去 然后经过房客们长时间的验证以后 确实这酒店的确经常闹鬼 还时不时的发生许多诡异的现象 这些闹鬼的消息 从而也导致了这酒店的倒闭 而这些消息也吸引了 许多灵异探险博主来此地探索 黑四郎频道的博主和他的同伴 就在其中 在2023年的2月下午6点30分 他们抵达了现场 而他们在这里会有怎样一番精彩的冒险呢 不一已经花了 卿主行 提供过了 报道 通常 这些闹东企业 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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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一切 不一切 对 失礼 失礼 他们可是刚进来啊 这里的鬼魂就开始作怪了 看来这里的鬼魂真的太不喜欢生人了 博主在调查的时候有个习惯 哪里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他就会对此地进行标记 然后再安放一台固定摄像机 其实这种习惯还蛮好的 谁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再次发生吵咱现象呢 在做好了这一切后 博主和同伴又继续去调查别的房间了 而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帮助博主盯紧这个摄像机 好啊 好 这屋子闹鬼 肯定是没跑了 但是在后续的很长时间里 这里都没有发生诡异的事情 但是博主那里 可就不太一样了 他遇到的事情 老吓人了 这可怕 这是和室 隣里的声音 在这边的声音 在这边的声音 在这边的呼吸 在这里的呼吸 今完全に泊まりだよ ちょっと音聞こえたんですけど 誰かいいのかな 上行きますよ え ちょっと音聞こえたんですけど 誰かいいのかな え はいちょっと上行きます え 待ってこれ 揺れてる ちょっと戻ります いや誰もいない ちょっとこれ え え え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え や え 博主又再次调查了一遍 这个屋子 屋子里的确什么都没有 难道刚刚的那一切都是幻觉 博主的心里一直在犯着嘀咕 但直觉告诉他 这里并没有看到的那么简单 当然不简单了 因为之前那个椅子一动的屋子 又出现新的状况了 嗨 博主也听见了刚才的敲击声 可见那声音得有多大 他们两个急忙赶了回来 而眼前的一切 也让他们有些小小的惊讶 因为放在那椅子上的玩具狗 已经掉落 就在他们商量着眼前的状况时 一阵奇怪的声音 出现在了房间的外面 此时他们决定分头行动 一人去追心声音 一人留下来验证这里的状况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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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代 await 戰手 有没有 很多 全éch 非常 那人 以上 两口 在 让 我像你是不是在這裡 說錯了嗎 說錯了嗎 他在这装锈了 什么 但是 可是 哇 哇 开摆了 是 是 难 Malcolm 有 我 好吧 空母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是飞鸿禁地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黎明将至 我们午夜再见